新关仔国Gurney Drive 是槟城最出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这里也曾经是最热闻的拍拖胜地 以及美食集中地 2024年 它以新的面貌重新出发 来到的就是 槟城最新的打卡景点Gurney Drive 开放的是有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游乐场 我相信很多小孩来到这里 应该很高兴 他们玩得很开心 这里也有一些忙碌镜 让你这样欣赏海景 这个公园里面的厕所 你看看是否很有特色 好像一个古堡 我暂时最喜欢的设计是这里的厕所 这边是 在这边是 在这边浪漏了 这一集一起带着新关仔国的旧回忆 走入最新开放的 Gurney Bear 郭尼湾海滨悠闲公园 海滨悠闲公园 亦都是我觉得今后 奔城最新的打卡景点 旅游景点 就是Gurney Bear 郭尼湾 这个开放的 只是大一阶段的公园 可以说是一个 我觉得是全马最美的 因为现在是正开放几天 而且很多树都仍然大 所以是比较晒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 我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公园的现在的设计 看看这里很漂亮的海景 Gurney Bear 可以说是 是奔城近期最大的发展项目 豪知是超过2亿马币 由2016年开始填海 整个计划是分为两个阶段 进行中的第二阶段 将有饮食中心、沙滩走道、水上花园、 水上的士、码头等等 这个应该是奔城 我觉得规模是最大的海上公园 它现在开放的 是有一个很漂亮的 很大的游乐场 我相信很多小孩来到这里 应该很高兴 因为这里的设计 我觉得是比较新 而且也很漂亮 那里好像是有人可以玩滑板 在那里了 那里是滑板场 这个也是滑梯 这个滑梯也很漂亮 你看它的设计 我觉得是比较有挑战性 那些小孩应该很喜欢这个设计 那里是滑板场 那里是滑板场 我相信 旁晚或者晚上 这里应该是更多人会来 因为现在晒晒了 所以人就比较少了 而且今天不是假期 好玩 如果天气没有那么热 就更加好 这个滑梯 我觉得很高 应该很好玩 真的 在公园这里 也有一个观景台 可以很悠闲地坐在这里 追着海风 欣赏新冠仔国的无敌海景 这里也有一些望远镜 是让你这样去欣赏海景 看得到吗 你这个是看得到的 你自己教吧 这里上下跳整 你就可以看得到的景 看得到的 确实是很特别 这里 我觉得这个公园 也有一些很创新 很新的设备 很期待 这里的沿海公园 可以 成为 奔城 最受 最多人关注的 旅游景点 在这个公园里 发觉一些设备都挺特别 这些是否被人分自来看海景 我不确实 因为觉得他们的形状 好像一个 一个 好像是 床 很特别 有时候看到这里的设备 你说是否分自来看海景 在公园里 也发现一个类似古堡的建筑物 不知道是什么用途呢 这个公园里的厕所 你看看是否很有特色 好像一个古堡 我觉得这个厕所 应该成为最热门的打卡热点 拍照很漂亮 这个厕所真的很漂亮 我觉得可以来打卡热点 这个是蓝翅 这个是蕾翅 这个是蕾翅 我进去蕾翅看看 真的好特别 好像入古堡 其实是厕所来的 也挺漂亮的 希望可以保持干净 厕所 这个厕所我真的很喜欢 我整个公园 我暂时最喜欢的设计 是这里的厕所 你觉得是不是很漂亮 可以来这里打卡热点 你不说也不知道 你说是古堡 也有人相信 是不是很漂亮 这一天在Gerniber 我亦遇到一些宾城人 跟我说 以前的新冠仔国的景色 和现在是很不同的 可以望到很自然的海岸线景色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美食 喜欢吗 不过他以前的鸯子是没有了 哦 有限的东西 有限的设备 有限的发展 对咯 大家看到这些 其实这个公园是田海田出来的 以前的新冠仔国 是到那里活着的 我相信 新冠仔国应该有很多 老奔城人的一些插体回忆 在这里吹海风 卖东西吃东西 我以前都记得 我以前中学大学 都来过这里吹海风 有一位大鬼液 和我分享 以前新冠仔国这里 曾经是举办 蔡隆洲的地点 以前哪里 这边是 在这边塞隆洲 哇 那是什么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以前这里很热闹的 很热闹 有很多小花 然后风景也很美的 平常在街边 不要给你收 是 很多人来这边拍拖的 拍拖成地 那这一天来到 Gerny Bay 我其实也有点感慨 虽然华新的景观是很不错 但是来到这里 我觉得 除了提供新的玩乐设备 应该都要介绍 新冠仔国过去的历史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这里曾经有过的光辉 以及几代奔盛人的 集体回忆 现在就一起来重温 他的过去吧 那翻查资料 新冠仔国是位于 滨岛东北部的海滨走道 1936年员工 是以当时的高官 亨利葛利明名的 在过去 这里曾经有 潔白的沙滩 绝美的海景 还有很多楼边美食摊位 很多滨岛人都喜欢 来这里散心 运动 一边吹着海风 一边品尝美食 新冠仔国也曾经是 浪漫的拍拖性地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 都曾经来这里拖手呢 那我也记得 以前来滨岛旅行 一定会来到这里 漫步以及品尝美食 很多年前 我都曾经在这里 留下线影 昔日的新冠仔国 欣赏到的是自然海景 还有很多旧情绵年的回忆 如今站在田海区的Gernie Bay 吹着一样的海风 看同一片海景 但是很多回忆都随着浪花流逝 无论如何 时代变迁 社会也要向前走 我相信Gernie Bay 将会打开新冠仔国的新篇章 成为槟城最有潜力的景点之一 期待它未来的发展 期待它未来的发展 好 走完 这个公园面积都很大 这个大一阶段的公园 现在出来非常热 全身寒 我现在要找一个午餐来吃 早午餐 Gernie Bay 这边去延路 左边的路边也有很多餐厅 美食中心 可以选择 所以大家无论任何时间 来到这里 都应该可以找到食物 这边延路也有很多酒店 前面好像有武士 这家是Merit酒店 这边也是一间非常有名 吃海鲜的地方 巴厘鞋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 也可以选择来这里 吃的海鲜 松花江茶室 这个应该做夜市比较多 下午好像是当口比较少 夜市应该是比较多食物 这里也是有很多餐厅 可以选择的 好 这里有一个很美的美食中心 Core Core Island 耶林美食中心 这些布置都很美 看看这里有什么食物 好舒服 哇 就在这个公园的对面 在这个Gerny Bay对面 在这个Gerny Bay对面 都很多当口 这个是泰国餐 价钱都还可以的 10元一碟饭 这是炸鸡 炸鸡 夜章饭 这个炸鸡看上来都很吸引 哇 这个炸鸡 这个炸鸡 肉骨茶也有 海鲜粉 未吃之家 这里也有一间分店 可以来这里吃点心 我也想叫点心来吃 这些点心 碎物 红蝦 香蝦 龜 鱼翅 这个是什么 椰箱 好特别 好特别 椰箱蝦 icle 蜜蜜蝦 很特别 蚜蜜蝦 蓝蜜蜴 蓝蜜蝦 这个很特别 很吸引人的 甜甜 香蕉蝦 走完公園整身汗了 現在來補充精力 叫了這個就是 香港豬腸粉 這個應該是羊虎瓜 還有這個出名的 這是蝦餃 還有一杯羅漢果 天氣是太熱 我覺得它的蝦餃 蝦餃是很不錯的 但皮需要再薄一點 因為皮比較厚 但是蝦肉的內餡是很香的 叫了一個羊虎瓜 因為我很喜歡吃虎瓜 魚膠很厚 第一次給到的餡 很大塊 羊虎瓜很不錯 你給到的餡 魚膠很紮實 很香 很脆 黃虎瓜 這就是這裏的豬腸粉 熟悉我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我很喜歡吃豬腸粉 看看這裏夠不夠滑 很香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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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裏的豬腸粉 很香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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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老闆說 他請我吃 這個是帶子蝦 說這個應該很貴 不知不知道我在拍攝 他請我吃 帶子蝦 這個算是比較少見的點心 他準備了一個帶子蝦 應該是一個羊蝦肉 他的肉非常脆口 帶子又鮮甜 我推薦這裏的點心 我覺得你們可以點這個 叫這個 帶子蝦 很棒 嗯 嗯 這個美食中心挺漂亮 上面放很多稻草 整個氣氛很舒服 以後如果對面的公園都開放了 我相信應該是更多人 在這裏是夜市有不同的檔口 這裏是早市的 做早市的 點心是做早市的 那裏是大一期大一個階段 開放了公園 這裏就是大二階段和大三階段 以後整個員工過後 我相信 更多設備 更完善 更優 吸引力更優 看 看點 是怎樣 其實公園一般開放 沒多久 你看到還有很多工人 在這裏清洗垃圾 我覺得這個公園 可能需要再多些時間 就更完善 了 好 這個公園真的很大 它的面積真的很大 但是天氣實在太熱了 你看 我也要拿把傘 因為實在太小 過年前的天氣 這裏是特別熱的 這裏可以很近距離 看到一些浪花 可以了 很漂亮 感覺這裏有點像 Explanet 了